欢迎来到小九聊剧,今天小九带来 《易夏之那年夏》 第66至68集,被迫公开 周五下午,陆毅特意提前下了班去接金夏 两人说好要一起回家去看父母,金夏已经整理好东西 当陆毅把车开到学校停车场 一下车,就看到上次和金夏一起爬山的男同事 刚停好车 对方对方意识印象深刻,两人互看一眼 默默转身走开 陆毅给金夏发了一条信息,你住在几楼 我已经在宿舍楼下了 陆毅走了过去,金夏手里提着很多东西 和秦阳打着招呼,秦老师,我周末要回老家一趟 若是院里有领导布置打卡任务,你记得帮我弄一下 知道,你一个人回去 秦阳假装问道 不是 和朋友一起,他正好开车 那我帮你拿,你东西好多 很久没有回去了,给家里人都买了礼物 你真是孝顺啊 秦阳正要去接金夏手里的东西 陆毅直接上前 从金夏手里拿过 我们走吧 秦阳有些尴尬 朝他挥挥手 再见 再见 金夏跟在陆毅身后 走到停车场的时候 陆毅说道 后座有东西 你坐前面 嗯 金夏默默坐到副驾驶 这一个礼拜 他们没有任何联系 除了昨晚 商量几点出发 到家大概八点了 我们要不要吃点东西再走 我不饿 你去吃吧 那直接出发吧 陆毅发动起车子 金夏靠在位置上 拿出耳机 这样就不用说太多的话 免得尴尬 一路无言 倒不是金夏真的不说话 而是他坐在车上睡着了 昨夜他几乎没怎么睡好 一直想着 今天要回家的事情 该怎么和陆毅妈妈说 怎么和自己的妈妈说 本以为陆毅会先送自己回家 没想到他直接去了他家 到了的时候 他解释到 我妈妈刚才打电话过来 说在等我们吃饭 他给你准备好了房间 你晚上再置住一晚 明天再去你家可以吗 好 金夏揉了揉眼睛 陆毅正要下车 他叫住了他 陆毅 怎么了 如果你不习惯 那吃完饭 我送你回去 陆毅说道 不是这个 我的意思是 我们分手的事情 该怎么和你家人说 金夏为难地问道 听到他说这件事 陆毅又想到今天的那个同事 下意识问道 你准备开始一段新的感情对吗 金夏沉默 不然呢 难道一直苦苦厚着一段过去的感情吗 他的沉默 在陆毅看来倒是默认 他轻轻皱了皱眉头 才缓缓开口 先吃饭吧 一进屋 就看到陆毅妈妈和爸爸坐在客厅等着 看到金夏和陆毅回来 连忙站了起来 迎了过去 叔叔阿姨好 快进来 金夏 几个月不见 你怎么又瘦了 是不是没有好好吃饭 没有 我每天都按时吃饭 那就是工作太忙了 你要多休息 女孩子不要这么辛苦 陆毅妈妈一直拉着金夏说个不停 陆毅看不下去了 妈 我们饿了 先吃饭吧 金夏 阿姨特意给你炖了一盅燕窝 你先把燕窝喝了 陆毅妈妈从炖锅里端了出来 趁热喝 谢谢阿姨 金夏每一次来陆毅家 陆毅妈妈总是这么热情周到 让她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妈妈 我的呢 陆毅问道 你不用喝燕窝的 你多吃点青菜 陆毅 为什么 她最近一直休息不好 也需要好好补补的呀 一家人吃完饭 金夏坐在客厅陪陆毅妈妈聊天 陆毅在一旁 假装看电视 其实她耳朵竖着 一直在听两人的对话 金夏和妈妈看起来 聊得很开心 她在心里暗暗祈祷 金夏别说他们分手的事情 陆毅妈妈 忽然话风一转 又聊到了他们的事情 金夏呀 你和陆毅都不小了 金夏心里有了不好的预感 尴尬的笑笑 阿姨 我们风华正貌 最近几年 实体业越来越难 消防环保质检部门那边 要求又很高 我和你叔叔年纪大了 应付不了这么多事 我们商量着 把工厂转给陆毅的堂哥去做 我们也好退休 过点惬意的生活 阿姨 你和叔叔辛苦了这么久 是该好好休息 我们现在手上有一笔钱 放在陆毅那边投资 我和你叔叔 商量着 给你们在省城买一套房子 当婚房 金夏急忙打道 阿姨 不用 你们的钱就留着养老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不过这是我们家送你的 以前陆毅哥哥结婚的时候 我们送了一套房 到了你和陆毅结婚 我们也该送你们 这样才公平 你放心 我会一碗水端平 陆毅嫂子有的 你都有 金夏深吸一口气 委婉表示 阿姨 是这样的 我暂时没有结婚的打算 不结婚没关系 你们可以先订婚啊 我和你妈妈提议过了 她也希望你们先订婚 你觉得下个月订婚怎么样 下个月 金夏诧异 你要是没时间 那年底也行 该准备的东西 我都已经在准备了 你有什么想法 都可以和我说 陆毅妈妈满脸期待 金夏实在不忍在欺骗下去 尤其是陆毅妈妈 已经开始希望两人订婚了 她暗暗下了决心 低声道 叔叔阿姨 对不起 我和陆毅实在没办法订婚 陆毅爸妈望着金夏 为什么 工作再忙 订婚也不会影响你们太多的 我们其实已经分手了 这次回来 就是想和你们说这件事的 陆毅始终保持沉默 但是下一刻 陆毅妈妈直接一掌拍了过来 打得她直接懵了 陆毅 你是不是惹金夏生气了 陆毅妈妈察觉到两人之间的生疏 所以极力希望能将他们拉拢 但万万没想到 竟然已经分手了 妈 你别气 我和金夏分手已经很久了 只是还没有和你们说 陆毅忍着背上的痛 她小时候没完成作业 就会挨妈妈的揍 没想到长大了 和女朋友分手 还是要挨妈妈的揍 难道不该是安慰吗 你这小子 是不是翅膀长硬了 都学会不珍惜感情了 陆毅妈妈说着 又打了陆毅后背一下 金夏这么好的女孩子 你要和人家分手 你到底想做什么 不是我要分的 陆毅低着头 有点想哭 金夏不忍陆毅这么大的人 还要被妈妈打 她连忙握住陆毅妈妈的手 解释道 阿姨 你别打她 我和她之间是和平分手 没有谁对不起谁 这话听在陆毅妈妈儿里 更加生气 她不由地红了眼眶 金夏 我到现在还记得 陆毅第一次带你回家的场景 那时候 你们是牵着手 回家的 我看到你们 就觉得年轻真好 可以选择自己心爱的人 陆毅念大三的时候 就和家里的亲戚说 想和你快点订婚 为什么现在 你们都学业有成 有了好的工作 反而要分手了呢 对啊 为什么 在什么都有了的时候 却将对方弄丢了呢 看似牢不可摧的爱情 怎么会这么脆弱 一阵风吹来 就散了 金夏 惊吓忍不住道歉 对不起 叔叔阿姨 让你们失望了 但是我想 陆毅一定会找到 比我更好的女孩子 陆毅妈妈摇摇头 怎么找 她能去哪里找 她又看向陆毅 你真的 不争气 妈妈 你别再说了 陆毅看出妈妈 脸色不对 扶着妈妈的胳膊 坐了下来 你不要太激动 血压会高 陆毅妈妈 靠在沙发上 脸色难看 这可把其他人吓坏了 陆毅正要打120 陆毅妈妈开口道 我没事 给我拿一颗酱鸦片 吃了药 陆毅妈妈 才感到舒服一些 她握住 金夏的手说道 你和陆毅分手的事 不要对你妈妈说 你知道 她做了心脏手术 不能受刺激 金夏忍不住落泪 这也是她担心的 所以才会一直瞒了这么久 陆毅妈妈摸了摸她的头 我知道你妈妈 有多希望 能看到你和陆毅结婚 我明白 我会找一个合适的时机 金夏又望向陆毅妈妈 阿姨 你别生气 不管我和陆毅之间怎么样 在我心里 一直把你和叔叔 当成家人看